孙策兑现双烧猪 我来教你们怎么打 先买两把铁剑 然后再预购一把铁剑 等他交一技能 一定要等他交一技能 然后出去打他一套 猪八戒一般都是在肉鸣纹的 所以说我们一套技能 也就打他一半多一点 但没关系 追着他 他想砸我回血 往前走躲他一下 这边我也是扭了一下头 第二下被他砸中了 他没关系 直接带走 三级孙策 不管打谁 两套技能都是百分百可以杀的 如果你能说出任何一个杀不掉的 就轻把他打出来 然后之前的话就全当我放了个屁 李白过来送双Muff 后仰跳穿直接翻打 他跑了 不跑这波他必没 因为我现在的装备是三八铁剑 并且被动叠满十层护甲 李白他一套技能秒不掉我 但我一套技能秒得掉他 八戒这个版本是很强的 他是坦边里面唯一一个胜率 能超过50%的 所以他才敢四五击蛋的进韩信野区 司马懿来了 一技能对着韩信放 一定要对着韩信放 成功救下韩信 带走司马懿 还剩一个猪 谁怂谁死啊 二技能 我二技能 A A一技能 我A 我觉得孙策打坦边 一定要开局出四八铁剑 加一个匕首 因为你要跟他们打很久 出个匕首能多一好几下 这韩师傅也是个讲究人呐 就是等我过来才跟我一起吃线 其实我并不抵触打野吃冰线呢 毕竟我也经常帮打野清理野区嘛 这个吃个冰线没什么 为什么说这个版本双烧流强 你看我已经4-0了 捉八戒不出业外的话是02 但是我们的经验等级是一样的 就是说双烧猪 它的发育是不容易落下的 不过没关系 我跟韩师傅已准备就绪 等他交一 八戒的二技能是没打断的 直接装断 晕眩 我看你怎么跑 你跑一个看看 刚才那个片段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玩什么孙策 都去给我玩双烧猪 打猪不好玩 打餐鞋好玩 我去收割个餐 这什么东西啊 这里怎么藏了个大黑耗子 吓我一跳 干酱既然没了 那我是时候帮他料理一下后事了 一个成熟的孙策 要学会收蓝带白 李白他在打蓝 殊不知在给我打工 卧槽铁根 你这音乐差点把我二大爷送走 先别管你二大爷了 我空了一套技能 深入敌阵 感觉有点危险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们 四面八方 都有敌人的时候 该怎么办 如果你跑不掉 那就请站在李远方的大招上 看到了没有兄弟们 我往李远方花圈闪一战 对面四个人 没人碰我 这不就活下来了吗 解锁李远方大招新用法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波孙策的伤害 我是13级 李白也是13级 大半写的李白 一下就秒了 都不需要放异技能 很多朋友说 玩孙策老实玩不好 那可能是你们的进场实际不对劲 孙策这个英雄打团 大多数情况下 只能放出一套技能 就像这一波对吧 对面猪八剑 牛都冲到了一起 你这时候一套技能上去 是不是他们两个都能打到 但是你不要放技能 就等着四马一过来 去打四马一 如果你刚才没有把持住 一套技能 全打到了牛跟猪身上 那如果四马一和马可一起进场 那这波团你们是遭不住的 然后再再教大家一个蹲人技巧 假装走 扭头 你不要觉得对面会发现你 你队友都在旁边清兵 那他们是不会觉得这个草里有人的 那他们要是真发现了呢 真发现了 真发现了 我就把这段剪掉 一般情况下 他们是发现不了的 蛮些李白 这就是孙策的快乐兄弟们 一动不动就给秒了 来看一下李白的视角 孙策蹲人就是E3A2 只要他对这个草丛没有防备 那他是反应不过来的 我最近玩孙策 用这个方法蹲死了好多好多人 改天给你们出个蹲人和解 不过你们千万别去蹲坦克 拿个龙 牛牛公主顶过来 闪现 被猪八姐猪不圈困住 然后就顶着猪圈在那里砍 啊这是在干什么 这波打乱斗 对面直接摆给四人 剩下一个马可 在高地发呆 我们就对着龙宝宝 放一技能就行了 直接把他秒了 怎么还卡了一下 最近我也是没有怎么打排位 一直在打巅峰赛 就是我很喜欢那些疯癫的选手 那为什么这把又是排位呢 因为 我不知道又被谁举报了 你说我又没眼 我又不菜 举报我干什么 我说婷婷 你不演那可就只剩菜了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